我没想到这是最难的一步 我感觉好长时间没有做出来这么丑的东西了 麻薯条 糯即即的早就想做一次了 搞一下 先来130克糯米粉 20克玉米淀粉 这俩都是白色的粉 也看不出来 然后来上5克抹茶粉 这一小包抹茶35克 35块钱 1克1块钱是吧 这抹茶也太贵了 这个是我之前想买回来做抹茶雷神的 但是一直没做 再来30克糖 180克牛奶 给它们搅拌均匀 我们现在做这个是麻薯瓶 你要没有抹茶粉 你就用别的粉 用别的粉就是别的散 用可可粉就是可粉散呗 是不是 有啥用啥吧 混合完我们再给它过滤一下 让它更加细腻 味子 抹茶瀑布 这只能算个抹茶小西 之前有个朋友说 一直想开个抹茶店 专门卖什么抹茶蛋糕 不音机灵 有很多人喜欢抹茶这个口味吗 我们这个麻薯汤 给它上锅蒸半小时 然后我们切10克黄油 我想先让它室温融化的 没想到它已经化成这样了 先给它切开 等会儿揉进那个麻薯里 later 坏了 我忘了一波 它蒸之前要掏保鲜膜 然后扎孔 掏保鲜膜应该是防止 这个水滴到的上面 蒸完我才想起来 那就这么做吧 看起来影响也不是很大吧 把这个黄油 给它揉进去 给它揉进去 哎呦 应该趁它 应该趁它温热的时候操作 我这放的时间有点长 有点冷却过头了 我没想到这是最难的一波 这个一次性手刀也得太大了 给它揉匀 把这个黄油给它揉匀 这个怎么感觉这么硬呢 我看那叫成视频挺软和的 反复的拉伸 给它反复的拉伸 抹茶马蜀皮 撒一点炒熟的糯米粉 给我们的马蜀皮 给它滚成长条 给它切成小剂子 切多大块的都行 一二三四 做五个八 四个小的一个大的 先拿保鲜膜给它们盖一下 先把馅料给做出来 先来点凹 给它敲碎 来250毫升淡奶油 给它打发一下 然后是软化的奶油奶酪 一整盒 200克 200克 这个就得慢点打 可是块状的容易飙出去 不是 这都全打这里头了 怎么事啊 敲也敲不出来 这应该是软化过头了吧 然后把我们刚才打发好的淡奶油 给它们混合在一起 里边我再给它来上一小勺抹茶粉 让它有点颜色 纯白的不好看 还有我们刚才的奥利奥碎 哎哟 我加奥利奥碎的话 我加这点抹茶粉还有用吗 感觉都在背黑色覆盖 给它们再打发均匀 玩太小了 但是我感觉意外的不错 里边有一点微微的绿 把我们的奥利奥抹茶奶酪馅 装表花袋 最后一步开始包 包圆的包长的我都会 我们先包个圆的吧 这怎么这么像馒头呢 我感觉我这抹茶粉好像放的有点多 它太深了 这个颜色 这个皮很有韧性啊 这个皮 哎哟 哎哟不行 我想给它擀成个圆形 但是它很不规则 它很不规则 就这样吧 中间我们给它挤上料 这个馅料绝对好吃 然后给它包起来 咋包 我感觉这个料最好 动一下比较好 这不动的话 吸了巴基的怎么包 不做圆的了吧 要不然咱们还是不做圆的了吧 我感觉包的很烂 坏了 我怀疑我这个料有点吸 不对 不对 不能是这样 这是什么玩意了 太丑了吧 跟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我这个馅儿有点打吸了 我去给它动一下吧 要不然 OK稍微动了一会儿 我们继续做 第一个做的不行了 这是第一个做的是什么鬼东西 我们来做第二个 这怎么 擀不开呢 擀半天 它就这么大 擀不开 我怎么夹馅儿啊 是不是放时间有点长了 就这么点啊 看怎么给它叠起来 两边给它薄一点 向上捏死 能不能捏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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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我们看这边反正倒数 第三个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肥瘦这个比较匀秤 比较规整 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麻鼠 最后一个 按照这个惯例 整个大的 但是这个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它主要它擀不开了 还不如我手动给它 拉一拉 我们感觉好长时间没有做出来这么丑的东西了 这个也确实是第一次做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 不想做这个了 下边挤上边帽 我这个馅儿又装多了 底下还有那个 哎哟 底下有这个奥利奥大块 它给这个口堵住了 烦死了 这个提高一点再给它捏紧 要不然它老沾着馅儿 好 捏死 这皮也太厚了 这能好吃吗 OK 抹茶大木薯 像个大麻麻虫似的 咱就说这晚上看着真没什么食欲吧 它这个颜色太深了 有点像青团 有点像青团的 做都做出来了 尝一个吧 这个是我觉得做的最规整的一个 奥利奥抹茶麻薯条 很能捞 很能捞 这一能捞 哇好吃 你别看它长得丑 但是它很好吃 就里边这个馅儿就很绝 嗯 它就有点粘涨的 哇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要吃这个大的 小的看不着馅儿 小的馅儿有点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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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上了 哎呦 哎呦 这怎么吃 我没想到它居然挺好吃 奶油奶酪它是有点咸口的 加上甜甜的奶油 里边在混合上奥利奥碎 我吃这一点不腻啊 超好吃 它主要是咸口带点微甜 有的地儿这个皮太厚了 它太鱼儿 薄皮的地方是很好吃的 我做的有点够好看 真不错 疏忽悦 OK 如果想问你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不开 这个馅儿我觉得是真的挺好吃